大家好,台湾的国使馆今天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新书针对1984年江南案编撰了详细丰富的史料 资料显示美籍华裔作家刘毅良 遭台湾情报局吸收的黑道分子陈奇李刺杀 引起了美方强烈关切 江南案,84年的江南案是震动海内外 事发后陈奇李遭逮捕主使者情报局局长汪熙灵也遭判无期徒刑 不过前总统李登辉1990年5月20号就任前 时任国防部长郝博村行政院长李焕一 一度将汪熙灵等人纳入特赦建议名单 引起了美方强烈不满 当时美国在台协会IIT处长鲁乐山特制函台湾政府表示抗议 这个信函目前也在这本书里边曝光了 抗议信也被曝光了 所以台湾有很多当时史料 特别江南案,84年江南案 一并被公布了 我简单说一下当时那个江南案 笔名江南的刘毅良 1949年支身随军来台湾 他从大陆来台湾的 1967年赴美求学 1970年撰写江西时期的蒋经国获得了硕士学位 这次史料汇编 是从73年5月 国安单位人员针对刘毅良在香港的南北极发表蒋介石婚姻生活考 以及蒋经国传 所写的这个报告开始 国安单位虽曾设法争取刘毅良返回台湾 或希望他不要撰写蒋家的东西 都没有预期成果 被拒绝了 最终引来的杀身之祸 这书里边也都介绍了 资料显示 江南案牵涉的政府官员受益黑道分子赴美 暗杀美国公民刘毅良 引起了美国政府愤怒 不得不公然介入 美国政府也就公然介入了 负责编撰江南史料的国史馆 在这次编撰的电文史料 挑选这些相关的文史资料的时候 也提到 91年1月情报局局长汪锡玲获得假释之前 因当时国防部长郝伯村行政院长李焕 努力 差一点名列1990年5月20号 李登辉总统就职宣布的特赦名单之中 那么当时总统府特赦名单 是以美丽岛事件为主的叛乱犯为对象 把这些政治犯特赦了 目的是缓和政治对立促进团结 可是行政院签上来的名单 虽然包括汪锡玲、陈其里、吴敦等 参加江南案的杀人犯 索性5月19号最后一刻签成 把三个人踢出了 这三个人就没有被特赦 汪锡玲一度被列特赦名单一事 引起美国政府不满 此次公布的资料也显示 当时AIT处长鲁乐山曾致函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主席胡适勋表达关切 信函中说 若三人此次获特赦 他将深感遗憾 该三人已由无期徒刑减刑为15年 且三人已服刑 即使依台湾一般假释规定 也不符合条件 以其罪行之严重 应无理由获制任何减刑 信函说 该三人早过释放 必将使台湾对此案公正性的承诺 遭到质疑 并可能在美国再度引起对此案的关注 公布的资料显示 也可以看 在90年左右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 特别是 那个时候的台湾 台湾岛内的这种政治 特别像大陆里面 特别像大陆里面 其实那个时候 90年代那个时候 和现在台湾是不一样的 台湾已经发生变化了 民进党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势 台湾也是由蒋家控制 也是由政治家族来控制 所以你看台湾也属于那种 集权 集权统治之下 和现在这个台湾 现在这个所谓的民主 还是不同的 那么你也可以看 正是因为江南岸 是改变台湾的一个转折 江南岸以后美国积极的支持台湾 民进党还有多党制 积极的让台湾进行这种民主选举 台湾的国民党 它是亲美的 那么也能只能适应美国 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的民主 一旦刺到了美国自己的痛处 特别是刺杀美国公民 拿着美国身份的公民 美国一定要管 最后推动了台湾的什么 民主化进程 所以江南岸 其实可以写进台湾历史 绝对影响了台湾民主化 那这一次公布 也可以看到 美国在台协会 对江南岸 这些岸犯 深恶同意 希望处死他们 但是碍于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 没有办法 随后美国就积极介入台湾的政治 扶持民进党 改革国民党 你看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你千万不要以为台湾这种民主改革 背后就是台湾自己发力 是美国人在背后发力 推动的 所以有时候看台湾问题 你看不明白 台湾以前几十年 蒋家王朝 美国这么喜欢民主 也没有改革台湾的民主制度 也没有改革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 为什么90年以后马上就变了 就是因为这个江南岸 就是因为江南岸发酵 让美国人对台湾这个政治制度深恶同绝 所以有时候你在想 这个美国当时能影响台湾社会制度 你从集权改革到了这个自由民主 民主社会 那未来如果有一天 美国的这个利益 民主社会的台湾也不符合了美国利益 那美国也可以让你改回去 所以你台湾人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得想清楚 你们的命运实际上都在中国和美国两大国的掌握上 博弈之中 所以美国是可以影响台湾 影响台湾政治制度 甚至影响台湾的未来 影响你下一代 中国和美国的博弈 也是会影响到你台湾未来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认清这一点以后 你不要幻想台湾拥有了民主 台湾就可以永世拥有民主 你要得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这个民主不是永远的 世界上各种制度 它都是会循环往复的 你要懂这个道理 台湾人 所以我说台湾不要过于的把这个民主 崇拜成偶像 好像自己拥有了民主 自己就高人一等了 那都是幻想 这真正的人类是历史你看多了以后 民主制度也好 集权制度也好 甚至奴隶制度也好 封建制度也好 它都是循环着的 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制度 感谢观看